先拿起标签 然后拧开这里 先放进去 这个放下去 先不要拧紧 然后第一步 先要这里 要经过这里 然后再经过这里 然后到这里 记住这里必须要穿过这个垫眼 然后从这里压过去 然后特别注意的是 这里拧开拧松 顺时针 有个卡位的把它松掉 松掉之后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条裂缝了 从这个裂缝里把标签 从这个裂缝里圈过去 圈过去之后 然后经过这一根 经过这一根 要到波标把这里 不够长的话可以扯长一点 然后要到后面 然后要到后面 要完到后面之后 经过这里 这里也是一样 要顺时针 拧松 有个卡位的 拧松之后 它是有一条裂缝的 从这条裂缝穿过去 然后从这里出来 这个是收料的 收费料了 收费料了 拿出这一个 然后对准这个口 这个对准这个口 压过去 它有个卡位了 吃 穿完 穿完整个标签之后 这里 压下去 一定要压紧 压紧它 然后锁住 锁紧 锁紧这里 然后 这里卡紧 锁上 然后开机 你顺时针 拧一下就可以了 灯黄灯亮 然后到 触摸屏这里 点手动画面 这个 右标的 刚才是右标头的 点点一下 让它绷紧标签 让它都松 然后就可以点单次出标 单次出标 点一次 它出一张 点一次 它出一张 这个点动出标 它是 你点多少 它又出多少的 左标头 就是这边这个标头 导向输送压顶 就是这个导向的 操作 分解动作 你按一下它动一下 你按一下都动一下 执行升降呢 就是 控制整个的 开关了 你 按这个开关 它 你按开 然后按启动 它就 哪边工作 不用到的话 可以关掉 这个开关 可以操作的 这个是生产计划数 这个是清零的 生产计划数就是说 你每生产 每过一个 每天完一个 就写是一个数量 这是计划生产数 你比如说 今天生产100 生产1万个就1万 它到了那个数的时候 生产数量达到的时候 它就停止工作 参数画面 参数牵引速度 就是这个标头的 相当于这个出标速度 这个电机的最速 出标速度 贴标延时的话 就是相当于 检测完之后 它停过了这个时间 再出标签贴 停标长度 意思就是说 它出标的时候 出了多少 多少 多少长度 然后就停一下了 车祸过滤 就是说 把第一次检测到物品 然后有一个信号 到第二次 它又有一个信号 可以用这个车祸过滤 可以过滤到第二个信号 这个是导向的速度 导向的速度 就是这个 控制这个导向的速度 变频器的数值 是上面这个 通过变频器的数值输入 这个在里面可以计算出 呃升这个牵引的速度 然后这个也是 可以自动计算出的速度 就不用按 这个在线监控呢 就是说 红色的 就是说 显示在工作 就是整个的 相当于这个监控那样 监控那个哪个部位 哪个哪个部分在工作 这边这个标头的标签药法 跟这边是一样的 就在此就不用 就省略 这个是分屏机扣 它的 这个速度是在这里操作 逆时针条呢 它就 呃 转慢 顺时针就坏 这个里有数值的 这是 开关 开关 红色就是不工作 蓝色就是 青色就是工作 这个导向呢 它有 往 往 往前 往后 往上 往下的 通过这个操作来 往前 往后 这个呢 就是往上 往上 标签要了之后 进入手动画面 因为你刚要标签的时候 有些标签走不直嘛 然后点点这里 点多七八次这样 单次主标让它标签 走直 走正 走正了之后呢 这边的 标头的要标签的方法 跟那 那那边是一样的 然后 进入 实行生长画面 按启动 然后拿个产品 试贴一次 贴完之后观察那个看那个产品 呃 歪的还是 一边高一边低的 还是前后的距离不够的话 通过这条这个来调 把标签贴正 这个呢 这个是白角度的 这个 这个是白角度的 然后是那个瓶子的 有幅度的 可以调这里 然后 这个呢 是 一边高一边低的话 可以调这个 前后距 前后的距离是调 调这个 调这个 前后 压顶啊 这个是压顶 然后通过调调的 上下的 上下的话 是通过这来调的 这边这个也是 调这个也 这样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也挺 顺 顺时针过 是逆时针转 顺时针就是上 逆时针就是下 拿个 调柄 放在这边 然后手动画面 压顶输送导向分别这里 按这里 让产品流过去 然后通过调这个来 上下来的 看的产品 通过来调这个来 知道它的 必须要压 压住它 通过调这个来压 压顶压住产品 电影识别 测标电影识别 就是说 两个同时按 让它闪烁 红灯闪烁 然后进入这个 手动画面 让它点动 点动 点动标签 点动 标签点动 让它过一 过两到三张标签 让它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弯肉 按剪 剪到键 这样 然后就可以按 按当事主标 黄灯亮 意思是说 它在这个位置 标签之间的位置 挺挺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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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